大家好,歡迎收看《天氣報告》 我是劉力森 香港對今天天氣相當不錯 日間天晴陽光充沛 看看氣氛方面 今早早的低溫在市區是21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低溫都介乎19至21度 日間有陽光 市區最高氣溫都上升上25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有25至27度 特別在打鼓嶺高溫有28度 都頗亂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的一度 在華南沿岸地區一帶 天氣相當不錯 雲量都是比較少 不過見得到在華南北部的地區 亦都開始有些雲團 從天氣圖上可以見到 在華南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 而在我們附近 其實等壓線都相當緊密 我們預計有股東北高峰的補充 會在晚間的時間抵達華南沿岸的地區 我們本地的風向亦都會慢慢轉吹 一些片北風 北風會增強 跟東北高峰相關連的一些較涼的天氣 相信未來一兩天會影響我們 令到我們的天氣會稍涼一些 不過我們預計 這股東北高峰都會比較乾燥 所以在我們附近其實雲量不是十分之多 所以預計 未來一兩天的天氣 仍然都會見到一些陽光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初時會是天晴漸轉多雲 明天早上天氣會較涼 市局最低氣溫約為18度 新界會再低2、3度 明天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會上升上22度 風方面吹和緩的偏東風 晚間北風會增強 展望看回星期五的時間 早上天氣清涼 週末期間會大致天晴 不過要提大家 隨著東北高峰 在下週初到中期的時間 會逐漸增強 所以我們下星期的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這次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